锦儿 锦儿 锦儿发生了何事 怎么这屋内 如此昏暗 没事 没事 我看得见 锦儿 为何裹着棉被 是生病了吗 夫君想听实话吗 前日想瞒本将军什么 我前日在英族集市 寇得一件奇妆衣服 本想穿上展示给将军看 那为何不穿上给我看啊 我穿上之后 觉得有些不妥 我怕夫君嫌弃于我 不会的 娘子貌美 穿什么都好看 夫君当真想看 当然 是 夫君不喜欢 喜欢 喜欢得紧 那夫君会不会觉得 锦儿这样很失礼啊 此处婚案 夫人 可否到光亮之处 让夫君看个仔细 夫君怎会如此有嘴滑舌 不服 你将军的身份 在此房中 早已没什么大将军 只有锦儿的夫君 夫妻之间打情骂俏 不是很正常吗 今儿光脚战了许总 夫君怕锦儿受了风寒 夫君有心了 今日 我忙于要事 冷落了锦儿 在此向锦儿赔罪 还好前日夫君及时赶到 不然你就要见不到你的锦儿了 锦儿莫要胡说 今日 是我与锦儿相识一百日 本将军 有个礼物要送于锦儿 一脑真 斯 紫 yes 好美的玉佩啊 说 是哪个仙上人送给你的定情之物 此奈姑母所奏 小时候 姑母甚是宠爱我 教我读书 教我写字 父亲管束圣影 时常习武数个时辰 姑母做了很多小点心 偷偷送给我吃 既然是夫君的姑母 那便是锦儿的姑母 锦儿一定好好孝敬她 感谢她当年如此宠爱夫君 把夫君喂成了一个俊郎美男子 还便宜了锦儿呢 不知姑母现在身在何处 锦儿一定好好当面感谢她 不明不白地死了 不明不白 我定要还她个青板 来 我给锦儿戴上 姑母说 有朝一日 我若遇到至爱 愿用一生守护的女子 就将此物送予她 守你百岁无忧 顾你永世平安 夫君莫要难过 姑母虽然不在了 但你现在有了锦儿 我一定会替姑母好好看管 是好好照看夫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可安睡了 还没 夫人可安睡了 夫人 夫君不渴 夫君要去哪儿啊 看 看书 夫人 将军把这么珍贵的御事赠予我 心里果然觉得我很重要 将军对小姐这么好 以后啊 你也要对将军更好些 没错 从此以后 我要对将军多多上心 我就是他的亲人 夫人 副驾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没跟将军去军营 将军军中有要事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我在府里好好的 不必守我 夫人不必在意 只管自己去做事 行吗 我们去厨房干点活 你要想跟着 那就跟着吧 副驾 你跟着吧 反正我们多的是体力活呢 来 夫人要我如何帮忙 将军在军中伙食不佳 我想包点饺子 但不知如何下手 夫人莫动手 夫人莫动手 我来帮你 那福将 我给你拿盘 小心 那我去军炉 倒给你 你有炉 我来帮你 这里 不知 果然是习武之人 力气实在是大 多亏有了你 副将 夫人 客气 这看起来的味道真好 我尝尝 小心 小姐 碗筷 副将 你今天最辛苦 你尝尝 夫人吃便可 你别跟我客气 尝尝吗 是 怎么样 这味道极好 来 尝尝 真好吃 前来副将出了不小力 副将辛苦了 谢谢夫人给的机会 等会儿 我就把这些带去军营 给将军尝尝我的手艺 夫人 车马颠簸 且现在天色已晚 不如让属下替您去吧 我骑快马 快去快回 将军也能趁热吃上 副将说得是啊 那就有劳副将了 记得说 是我做的 明白 将军 夫人 夫人亲手做的饺子 让我特意给将军送来 锦儿亲手做的 还真是给本将军惊喜 萧月 辛苦你了 这几日帮我好好照顾夫人 我定会好好照顾夫人 那我先回府了 去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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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一会儿的功夫 小姐人就不见了 柔柔 我回来了 小姐 你今日外出是不是把我忘了 副将刚刚要陪我出门 我就先出去了 忘告诉你了 不过我买了匹新布料 可以回来一起做新衣服 不对 你根本就是这几日 都把我忘了 为何这么说呀 副将修远 副将修远 统统都是副将修远 你现在啊 外出采满 府内办事 都只要他陪同 你根本就是把我这个 陪伴你多年的丫鬟给忘了 副将是受将军之妥 把我照顾得很好 别说你了 将军我都忘了 你别介意嘛 你别怪我多嘴啊 虽是将军所托 可这毕竟男女有别 你们俩现在走得太近 你小心 将军出错 我和副将又不是什么乱来之人 将军他吃哪门子醋啊 那就算你这么说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上次他还专门拉着我去医官那里 问你的身体情况 知道你越视不调 他还格外地紧张 将军军中有钥匙处理 让我回来守着夫人 你穿着正合适 来了 夫人戴什么都好看 尝尝 是不是现在我去哪儿 你都得跟着 是 柔柔你提醒得对啊 我最近确实跟副将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嗯 这倒显得储修明把我给忘了 没事柔 我现在就去军营找将军 你去帮我安排车马 我 我 我说的不是将军 我说的不是将军 终于妥当了 也不枉将军在此熬战几言 这罪者 就劳烦你送于皇宫了 书下明白了 此事事关重荡 不仅仅关乎我楚兄明一人向上人头 还牵连众将时的行物 必要严密行事 领命 皇上知晓此事后 定会召集重臣 届时 会有落井下失智 那将军该如何应对 我来一招请军入瓮 天一亮你便去京城 一刻也耽误不得 是 属下必定快把加鞭 日夜兼程 我要见将军 将军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 那我是什么人 是夫人 是任何人吗 不是任何人 容我想一想啊 你别想了 快点 我要见将军 这 这 您就别为难属下了 将军说了 任何人不得进入 你这 包子彤 请夫人进来 是 静儿 我正有钥匙要处理 你来有何事啊 我也有钥匙 要和你商量 你说 事态严重 情况危险 到底什么事啊 丑雄铭 你是不是把我这个小娘子忘了 你是不是也忘了你的山盟海誓了 静儿 静儿怎么能这么说 我怎敢忘了我的金华 那你为何好几日不回福利啊 我是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没时间回复见你 没时间 好你个大借口 正是因为没时间 你就可以不管你小娘子的死活吗 正是因为没时间 你就可以把我托付给副将修远了是吗 静儿这话可不对了 我正是怕夫人多想 所以才派副将修远照顾你 我怎么能不管你呢 可是副将是副将 夫君是夫君 怎可替代啊 再说 我和副将非亲非故的 干吗非要把我托付给他照顾呀 毕竟男女有别 我俩走近了 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你就不吃醋吗 我吃谁的醋啊 副将修远 不是 你怎么还笑呢你 虽然我就这么一说 但是你也不可大意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对 又不理不睬 我不吃醋的原因 是因为修远本就是我的弟弟 你的小姝子 小姝子 对 小姝子 那 那夫君为何不早日告诉我 副将修远就是小姝子一事啊 修远的身份 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先皇在世时 逼八皇子为太子 我的姑姑 就是当年的太子妃 而修远 就是他们的遗孤 孙 那朝这么算 副将修远 是正统的嫡皇孙 当年 八王府莫名其劃 所有人皆死于府中 除了八王爷 和我姑姑唯一的遗孤修远 后来当今皇帝继承皇位登基 我父亲 把修远接回边疆 秘密抚养 而他 也从未告知我这其中的过程 那看来这件事情 毕竟是有蹊跃的 必定是有蹊跷的 我楚家 乃八王妃的母家 自我父母死后 我便独自一人 照顾修远 同时暗中调查八王的死因 想为修远寻回身份 我听我父王说过 说当年的太子啊 正直清明 招贤纳贱 定会成为一代好皇帝的 而你们楚家 建功立业 数代忠良 秦儿 秦儿 此事关系到修远的性命 今日 我将此事告知于你 你可要守好秘密 秦儿既嫁与夫君 定会给楚家出一份令 从今日起 我将与夫君同心 好好守护这个秘密 好好保护修远 当真是本将军 盛名大义的小娘子 我楚秀明这一生 得锦儿足矣 锦儿 我还有份厚礼要送给你 什么东西啊 快拿出来 我要带你回家了 回府里吗 回京室 可以回京室了吗 那 可以见到我娘亲了吗 扔扔 我们可以回京室了 可以见到娘亲了 剑室 给您的手 就别想苏 再来 不可 寿比南山 好 让长姐和长姐夫抢了先 我也不能落下 我祝父王日月昌明 松赫长春 四丫头 还是你最乖 来 子儿来晚了 子儿快坐 子儿啊 知道父王风雅 最是喜欢文丸字画 所以找遍了南北 特意花重金 为父王找了一幅名画 快拿来给父王看一下 今天 众多姐妹和两位姑爷都在这儿 正好陪父王一同品鉴品鉴 两位姑爷都是学父舞车 见多识广之人 也替子儿把把关 看看这份贺礼送得值不值得 此画比例雄厚且厉透之辈 莫不是前朝大画家铜豆子的真迹 铜豆子 嗯 长姐夫好眼力啊 这幅画呢 的确是铜豆子的真迹 长姐 你好福气啊 没想到 你和姐夫 皆是饱读诗书的风雅人士 不像某一些人 自己就是个不学无术的 夫君也是目不识丁 哎 这两个草包啊 创一块了 子姐姐这么一样怪气 是在说谁啊 我没说谁 姐妹妹治什么气啊 好 好话 确实是好话 这幅字画 但误了锦儿是收烟 子儿 可想出个恶气 谢了啊 来 你陪父皇喝一杯 夫君有好办法 父皇开心就好 还愣着干什么 快让大家看一看 这可以吗 有夫君子你怕什么 有夫君子 我不能干什么 要来 有夫君子 有夫君子 这个 有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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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 哪一眼 今天 有夫君子 有夫君子 你这是 有夫君子 何这边 你这边 又是 我 不过 神经你干什么 这是我换重金买来的 锦儿 你这是作甚啊 好端端的丝画 岳父大人息怒 锦儿此举 也是给您一副寿礼 此画何意啊 此幅字画 是个赝品 赝品 不可能 画家铜豆子 笔法惯用册封 笔力苍净 非一般功夫能所为之 这幅字画 模仿极为相似 但却在此处 重复沾染了两笔 绝非一气呵成的大作家所为 其二 这幅画的纸张 分明是本朝官用宣旨 而非前朝民用之障 幸亏将军见夺识广 便出真伪 否则 我们一众人都将背上 这附庸风雅的混名 惭愧 岳父大人莫要气囊 我娘子锦儿 替您趣味存真 既替您撕了这幅假画 必然为您保留了真迹 还有真迹 守主 哎呀 这 这莫不是 莫不是本王寻秋多年的 珠海秋风图 正是 还是锦儿懂我的心哪 本王甚是欢喜 来 岳父我喝一个 岳父大人 祝您天伦共享 笑口常开 好一个笑口常开 冲菜 姐姐 姐姐 气死我了 神锦这个丫头竟然当众给我难堪 没想到 这楚修明 竟然是个文武双全的俊杰 我们 不如收手吧 收手 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可是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是个没用的 我也是个没用的 那就找个厉害的角色 来对付这个丫头 厉害角色 而且 你说的是谁啊 你还记得 咱们嫡母是被谁 砌出园子的吗 你是说 父王兴娶的那个小妾 没错 刀高一尺 魔高一丈 咱们就来她个借刀杀人 小娘不是快要回来了吗 到时候我就好好吹吹耳旁风 让她好好收拾收拾这个丫头 到了 到了 回来啦 回来啦 妾身回来了 王爷 子兴 这一路辛苦啦 如何 王爷 这几日 妾身诚心修佛 真心祈求佛祖 保佑王爷身体安康 王府上下平平安安 万事甚至 这白小琪 好像很会讨父王的欢心 父王好像老吃着他 是没有心 看他年纪好像跟你差不多 我们把王入府 小娘 小娘 妹妹 我娘亲在跟你打招呼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理数啊 他是谁啊 我跟你结实啊 这是永宁博 楚修明将军的夫人 也是我另外一个女儿 沈锦 大将军夫人 原来是姐姐的女儿锦儿啊 我也是沾了姐姐的光 怎么说 我也算是永宁博将军夫人的长辈了吧 那锦儿是不是也要同旁的姑娘一样 换我一生小娘啊 应该 应该叫小娘 锦儿 你现在也是大将军的夫人了 要懂得规矩 叫小娘 叫小娘 锦儿 叫 阿锦郎 这声小娘 我应下了 王爷 这几日妾身真心疲惫 我们赶紧回屋休息吧 好 小人得知 什么事到 您这位小娘 可不是什么善茬啊 走 这下有好心的了 小娘 子儿特意亲手为小娘准备的点心 小娘快尝尝 姑娘中啊 就属你 办事最周全 子儿是真心喜欢小娘 打心而理想跟小娘亲近 子儿就瞧着呀 小娘与我父王恩爱有加 小娘又是个品貌出众 贤良淑德的主 这日后啊 王府肯定是要交到小娘您手上的 早晚啊 您就是这王府的管事主母呀 这话不能这么说 这瑞王妃还在呢 哪有我说话的份啊 瞧您说的 这瑞王妃要不是怕了您 怎么会远远地躲到皇宫去了呢 子姑娘说得在理 现在这王府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就是白娘子您说了算呀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神锦那个坏丫头 可对小娘您是虎视眈眈的呀 您看今日在府外 对您那可是大不敬啊 一脸完全都不服您的样子 她又能做什么样 还不得乖乖唤我一生小娘 小娘 可是您想啊 这神锦仗着自己的夫君是个将军 成天在府里耀武扬威的 这恐怕有一日要骑到您的头上 为她的母妃 在我父王面前争宠 就凭她 子儿也是 觉得小娘是个良善的主 这日后 万一被她背后放一冷箭 所以 子儿今日特意来提醒提醒小娘 看来我这个做小娘的 那是得好好管教管教这个锦姑娘了 神锦你个臭丫头 这下有你好果子吃了 那小娘 我就不打扰了 先行告退了 去吧 夫人 我们要如何行事啊 你今晚先去神锦那儿打探一番 我们静观其变 看看她是什么货色再说 周儿明白 这些点心你拿去吃吧 谢谢娘子 瑞瑞 你在忘什么呢 小姐 咱们屋外好像是白小妾的贴身侍女珠儿 一直摊着头往咱们屋里望了 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 将军 肉肉告退 什么事啊 这么深深眯眯的 嗯 在将军府啊 整日忙上忙下都不觉得累 这一回到瑞王府啊 突然就觉得心累了 到底怎么了 忧心忡忡的 我也是今日才知晓 我父王啊 用纳了新的小妾 听说还是歌姬出身 父王喜欢得很 但其背后啊 却势力得很 全府上下 却怕得不得了 娘子毕竟是出了阁的女儿 我们也只是暂时住在瑞王府中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娘子若是住得不开心 我们早日搬走便是 我倒是无所谓啊 就是看着我娘亲 备受欺辱 忍辱负重 我这小脾气啊 就控制不住 正是因为你娘亲的缘故 所以你才更要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不要图一时之款 连累了你娘亲 这个我自然知晓 我会有分寸的 只要她不招惹我娘亲 我自不会去找她麻烦 你明白就好 这说到底啊 还是你们男人的问题 锦儿这是何一啊 你看啊 我的父王 已经纳了三房的妻妾 且儿女呢 多于长大成人 偏偏在这个年纪 还要心纳小妾 叹心得很 你父王纳妾之事莫要多疑 毕竟是你父王 说多了可不好 好 那不说我父王 说说你吧 楚兄明 你准备纳几房妾时啊 那可就说不准了 应该不比你父王少吧 好你个楚兄明 我就知道你们是一丘之鹤 没有一个好东西 生气了 夫君是逗你玩的 我楚兄明 此生得锦儿足矣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肯定还会说 我锦儿脾气暴躁 总是胡闹 你楚兄明呢 已然应付不过来了 哪里还有什么闲心 娶妻纳妾 这不是给自己徒添烦恼吗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但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夫君现在的想法就是 我得睡一觉 楚兄明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夫人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我说 你要是敢娶妻纳妾 我就 我就 竟然你这是要谋下亲夫啊 杀你岂不是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好好活着 然后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锦儿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 让你慢慢折磨 在夫君眼中啊 锦儿的胡闹便是情趣 锦儿的管束是在意 遇到锦儿 是幸运 娶到锦儿 是福气 锦儿相伴 是美好 拥有锦儿 我已满足你 幸福没马 楚兄明 你每天说这些缩马的话 跟你那个恶魔将军的称号 一点都不符合 我是将军 恶魔 可另有其人 谁啊 当然是你啊 你才是本将军的小恶魔 讨厌 以后 有人再提起恶魔将军这个名号 便不止是我一个 是我与锦儿两个人 那 将军要换锦儿什么好呢 我想想啊 要不就叫 锦儿小恶魔 痛痛痛痛 你也也也 吐死了 小恶魔 放开我 好了好了好了 我 我 小姐喝粥 今天这个是猪肉馅儿的包子 还有葱油饼 我还要给你 三小姐 农鼻可以进来吗 谁啊 听着声音 像是白小妾的丫鬟珠儿 就是昨天晚上 在咱们门口鬼鬼祟祟的那个 她呀 进来吧 丫鬟珠儿 给三小姐请安 什么事啊 我家白娘子新做的糕点 府中各房姑娘都送了一些 我这不就给三小姐送来了吗 替我谢谢你家白娘子 还有什么事吗 我家白娘子说了 要各房姑娘都品尝品尝 我知道了 一会儿会吃的 我家白娘子还说了 要看着各位姑娘品尝 凭什么呀 我家白娘子说了 各房姑娘都品尝完了 就把姑娘们的意见 建议 赶紧告知我家白娘子 这样我家白娘子 下次再给各位姑娘做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完善 行行行 我听我头到这 爸 我都说了 我会吃的 一会儿啊 我就让瑞瑞告诉你 下去吧 三小姐 我家白娘子很是严厉 她吩咐过的是 奴婢要是没有做好 是会挨罚的 您就当可怜可怜奴婢吧 都说了待会儿吃 我家小姐不是正在用早膳吗 你是要逼着她吃吗 三小姐莫不是 以为这点心粥有蹊跷 所以不敢吃 小姐 那 不然 你还是吃一个吧 小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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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肉 你怎么回事 好 好 好 不是 我错了 那个 朱儿是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跟你家白娘子 一点缘分都没有啊 这个东西 可能就不应该进我口里 你说这怎么办 都撒了 一会儿我就打死这个小丫头 三小姐莫急啊 朱儿这儿 还有一份呢 你 你 没到没了的是吧 我说了 我不知 你不过就是我父王身边 小妾的一个小丫头 你难不成 锦儿 又在与人开玩笑喽 这知道的人 明白你是在开玩笑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永宁波夫人 是个刁蛮之人 给永宁波请安 入口即化 味道不错 回去告诉白小千 谢谢她的典信 只不过 我永宁波夫人 一向不喜甜食 下次还是免了吧 奴婢明白 奴婢这就退下 还是我领着你走吧 免得你不识路 四处溜达 这个也带走吧 走 干吗要吃他们送来的吃食啊 万一里面有脏东西 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啊 锦儿放心 就算是有脏东西 他们也不会以自己的名义送来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原因不外乎有其二 也许 是为了修好与你 送来吃食拉拢关系 再也许 是为了立威 让你知道 这府上到底是谁在做主 无论是哪一种 这都不是一个聪明之人 所以 锦儿不必动怒 就是这白小气 让一个丫鬟过来气我 那我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嘛 这种明面上摆着阴谋的人 我们必会提防 所以不必害怕 反而 整日笑脸而对 背后不知道在搞什么 阴谋诡计的人 我们才需要提防 好怀念我们将军府啊 锦儿若是不喜欢这里 我们搬走便是 还是不了 让我娘亲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不放心 既然放心 有本将军在 我定会保你和你娘亲 不受任何欺负 谁也不能动我的小恶魔 我知道了 将军 我小恶魔啊 什么都不怕 小姐 将军 咱们王府啊 新得了几匹御刺的布料 还特意请了裁缝 来给姑娘们量身定制 王爷请小姐和将军 同去挑选 来 去吧 请问 这些布料可需盈量 不必 这是御刺的布匹 那便好 姝儿 这一块 倒是浅得很金贵 这布料的纹路 我惯不喜欢的 那这一块 裁一身小卦 岂不美哉 夫君 我这身形 怎可穿这样的款式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古书所云极时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夫君说什么便试什么吧 听你的就好 那就这一块吧 那便好 我还有功课为做 抓紧随我爷莫风查 告辞 大姐 俗话说 女为月己者容 看大姐多好呀 还有姑爷陪着挑选 就妹妹和二姐姐 孤孤单单的 妹妹我真是心酸呢 没什么好羡慕的 继儿妹妹年纪尚小 很多事情并不明了 那些姐姐的姻缘啊 我比谁都清楚 君欲其外 败续其内 都是貌合神离的 那些夫君啊 很是看不惯自己的妻子 别说是裁剪衣裳了 有时候啊 就是枕边人换了张人脸 他们都未必能发觉呢 如此的男子 我可不要 这几匹布料都挺好看的 妹妹慢慢选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见过大姐 请妹妹客气了 见过大姐 姐姐 这御刺的布料 大家都选好了吧 你姐夫已经替我挑选好了 我们还有些事情 所以就先走了 晚些时候 再和妹妹戏聊 姐姐 慢走 大姐面子难堪 好似心中有事 等晚些时候 我再找姐姐细聊吧 voltage 宽儿去年入春 置半了套月牙白的春符 这块水蓝色的料子 可以做一件小衫 与你那春符相陪 锦儿可有此意 楚将军见谅啊 这块布料呢 已经被我看中了 二位 还是另外做选择吧 无妨 我家娘子肌肤若选 这块水红色的料子 也很衬我家娘子 正所谓 人面桃花 香印红 没想到 将军姐夫竟如此体贴 如此懂得女儿的心 妹妹在这府中年岁最小 不知道姐姐姐夫 可否将这块布料 让与妹妹 凭什么呀 锦儿姐姐若是不乐意 妹妹也不敢多言 姐姐拿去便是 妹妹多想了 妹妹喜欢 尽管拿去 你锦儿姐姐 哪是如此小气之人 况且 这玉刺的布匹 本就是为府中 各位小企所备 谁拿走都一样 大家喜欢就好 那妹妹 就谢谢姐夫了 既然大家都心疼妹妹我 那妹妹 也就不见外了 这些布匹 请按照我跟子姐姐的尺寸 多做几件 那妹妹 就谢过姐夫了 我 夫君为何要如此礼让他们呀 你明知道那俩丫头心思缜密 一肚子坏水 几匹布料而已 莫伤了府内和气 莫因为这些小事 惹得别人在背后议论 这怎么会是小事啊 这玉刺的布料 都被他们挑完了 那我的心意上怎么办 既然莫着急 老爺 本将军 带你去集市 找京城最好的步骤 为你挑选 顺便 带你散散心 这回完也好 省得看到他们心烦 走吧 走 今天看来 这楚修明对于神锦 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好嘛 那也是因为子姐姐在 这神锦又如何能盖得了 子姐姐的风头呢 没想到这楚修明 既文武双全 又能如此有风情 对妹妹也是如此的疼爱啊 妹妹可真是可心啊 这楚修明 也全是因为我是子姐姐的妹妹 才如此让我的 子姐姐不在 她从来不曾理我的 是吗 怎么不是 姐姐 难道是在误会妹妹吗 这楚修明 可原本应该是子姐姐的夫君 你在胡说接什么 这楚修明已经是神锦 那鬼丫头的夫君了 我 我又怎么能看得上 你再这么胡说 行人可要误会了 妹妹 这不也是为姐姐 鸣不平吗 以后妾我再多言了 不然以后 你再不认识 家妾 人好 好 さん 有 你 有 收 只是牵牵小手 那时怎么不见锦儿害羞啊 锦儿 不会是你小时候有什么小情郎 小袖相识的 怕被我撞到吗 行 行 我说过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锦儿 难得出来一趟 你看看还要置办些什么 我们一起带回去吧 不如我们给大姐买一些皮料吧 大姐一向都喜欢这些东西 今日选布料的时候啊 她又不是很高兴 好 那就听锦儿的 锦儿 好像跟大姐更为亲近 是啊 虽然啊 我们都是父王的子女 但是因为我是树女 所以 这些宫中的赏赐啊 御赐啊 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过大姐每次都会疯我一点 原来是这个 不过第二天 可就要小心子姐姐了 她嫉妒大姐 但是呢 又不敢惹怒大姐 只能找我这个出鸡筒喽 以后不会了 我又不会傻傻地 叫子姐姐欺负了去 后来大姐出嫁了 我呢 就被带在王妃身边 所以多少 她们还是有些忌惮的 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 我们去前面看看 好 要看看吗 有白糊皮吗 您是给身边这个小娘子准备的是吧 您有几张 总共有几张 您先看看糊 这呀 是我们冬天在散外补的狐狸 这毛啊 又密又好 看看 喜欢吗 嗯 之前啊 分到我们房的皮子 杨琴都会攒下来点我 好 那我们就多买些 给大姐 还有玉玛 都送去些 总共还有几张白糊皮 我现在还有三张 那狐狸太狡猾了 现在不好抓 我全都要了 送到瑞王府 好嘞 谢谢客官 一会儿送府上去啊 慢走啊 这三张皮子 你也不看一下就全定了 那万一那三张皮子有问题怎么办 刚才跟她说了送到瑞王府 她还能怎样 别管我 だ her 百二那街嘛 你 announce pact的 你 chez Alice 饵лад 和往日的华服决然不同 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与朱儿要去寺庙上香 为府内祈福 这 朱儿手里捧的是什么呀 既然去上香祈福 必然要带些贡品呀 这如此锦和包裹 一定是上等的贡品吧 让我瞧瞧 这只是普通的贡品罢了 只因时间仓促 才用锦和放置 没什么可看的 那既然白小娘如此虔诚祈福 不如带锦儿一起去吧 这上香祈福耗时无聊 我怕锦儿没有这个耐心呢 不会的 我嫌得很 再说了 我回来已久 还没有去祈福过呢 这上香祈福啊 需要静身静食 一定要心无杂念 才能一尘不染 祸福无边 像锦儿这样随随便便就去 我怕是求福不成 反而会造无边罪业呀 好了 白小娘 别再说了 我不去便是了吗 白小娘要再这么说再去呀 我不就成了罪大恶极之人了 走吧 我记得了 快点了 快点了 你这儿就帮你给我 这儿就帮你 来 来 来 pequena 他这太好 也了吗 你们想干吗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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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夫君 我差点以为我小明就要留在这儿了 就凭他们 静儿 我带你回家 我若不是出门时看你行色慌张跟着你 今天不是要出大事 我只是跟踪白小妾 哪想都会这样子 跟踪白小妾 为何 我刚才发现 坐下来说吧 我发现啊 白小妾行为古古怪怪的 她的衣着打扮和往日截然不同 而且她的行为呢 也鬼鬼祟祟的 她说她要去上香 可是她所带贡品 咽咽藏藏藏的 生怕我看见似的 我就觉得不对 而且 她明知道我跟踪她 她还故意把我往偏僻的小巷子里带 这么说了 进房室那一晚 我在府院中也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 往白小妾屋的方向走去 不过 我看这个人对府内甚是熟悉 我便没做他想 这就对上了 这白小妾肯定有问题啊 而且我听我娘亲说 最近府内东西经常遭气 此事不可声张 你不要再管 我自会去查 没有抓到实处 小心会被人反咬一口 你半夜跑院子里干吗 你半夜跑院子里干吗 你怎么会看到黑影啊 你半夜不睡觉吗 等一下 这珠儿走得这么心急 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三小姐在此啊 不知道有何事啊 这人谁啊 怎么瞧这面生得很 这是为我家白娘子抄写经书之人 经书 抄的是什么经 写的是什么书啊 那经书在哪儿啊 三小姐 其实这是我家表哥 因为家中有事 所以才未经允许进府找我的 我这也是怕被人发现 所以赶紧送他出府呀 那不会拿走府内什么东西吧 最近府内丢的东西可不少 不会不会不会 三小姐大可放心 诸儿与表哥 绝不是作奸犯科制 不信 三小姐可命人搜身 修身倒不必 我呢 就是好意提醒一下你啊 别浪想什么话 辱了你家白小娘的好名声 多谢三小姐提醒 我这就带表哥赶紧出府 下次再也不会了 走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 小娘子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谋混过去的 再说了 要是天亮之前让她早些离开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怎么 你还责怪起我来了 奴婢不敢 只是刚才万般惊喜 奴婢应该是一时迷了心智了 所以才满口胡言 请慢点凰子恕罪 朱儿 在此府中 我只有你一人可以信任 我又怎会责怪起你呢 告诉她一声 让她近日不必再来府内 以免让人生疑 我自会找机会与她相见 是 我 白小娘 吓死我了 你这鬼鬼祟祟的 来我园里干吗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没做亏心事 白小娘你心惊什么呀 白小娘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和谁啊 去做什么呀 我去哪儿干嘛要告诉你啊 你我本不相熟 我为何要告诉你啊 自从你回来之后啊 这府里的规矩可真是乱呀 你倒是关亲我来了 快早点回你的将军府去吧 那我可不敢 毕竟 白小娘现在是我父王心爱之人 那自然也是我神锦心尖上的人 我当然要多多在意你啊 我一定会替父王好好爱护 好好保护 好好呵护白小娘你的 不必啊 听闻白小娘要出门 那白小娘自是应该知道世道的艰难 莫要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在联络 徒惹是非 该断则断 才不会乱 你说是不是啊 谁说我要出门了 对了 白小娘 你要是出门的话随时召唤我 我闲得很随时可以陪你去啊 最近她们两个人终于是对上手了 看来想要欺负神锦这个丫头 必须得是白小娘出手 没错 且看神锦要如何是好了 我们就坐等看好戏吧 是我该如何是好 夫人 她已经离开了 她莫不是真的怀疑于我 不会的 如果怀疑于你 早就告知王爷了 怎会如此轻饶过你 说得也是 只是她那风一阵雨一阵的 着实让人摸不清露数 实在是让人有些心慌 您先踏实几天 莫要再往外跑了 好 那不行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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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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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为何对我如此这般 这让我如何是好啊 够 够 锦儿 锦儿莫挂 不 不 不是将军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是将军约我到这里来 我以为是锦儿你约我来此啊 不 不是将军 不是将军约我来此 白小娘莫要再演戏了 我夫君 又不像父王一般糊涂 再说 我夫君可是一介莽撞武将 这说拔刀就拔刀 说杀人就杀人 还好我及时赶到救了你一命 白小娘 你可要记得呀 是我救了你一命 夫君 你莫要生白小娘的气了 锦儿陪你出去散散步 敲敲气 好 你去 锦儿 锦儿 拿去烧掉 这 她是以你的名义约我去的 我虽支持她 但是我就想看看她到底要做什么 不过 夫人当时面不改色霸气外露 气得白小娘脸都绿了 怎么还是有五谷里扫吻 那 夫人把我全部衣裳推起可好 你想得美 你真是笨 将军 你既然早就发现了 为什么不叫上我 你真是笨 还好我及时赶到 若今日去的是其他人 你可就百口莫辩了 对对对 还好夫人及时赶到 就本将孕于水火之中 若若 准备热水 将就要洗澡 谁要洗澡 我的扫子 我还好 你回来 你回来 这儿呢 手底下都麻利点 今日是装秋夜 务必要井井有条 不可有一丝差池 哪个要是搞出乱子来 仔细你们的皮 我知道了 去吧 白小切私通一事已经落实 京儿有何想法 今日是中秋宴 府上众人团聚 这白小切已经按捺好几天了 今晚必有行动 我们就见观其变 想对应之策 没问题 王爷 妾身再敬您一杯 好好好 只要你欢喜 本王什么都依你 这酒 想喝多少随便喝 王爷 妾身什么都不要 妾身只要跟王爷长相厮守 永不分离 白小切最好了 最好了 果然还是这个白小娘有手段 你看这几日 神井那个丫头够安分的 可不是吗 一天到晚神神鬼鬼躲在屋里 缩头乌龟似的 这个小体子 也不天亮天亮自己有几斤几两 跟我斗 这小知道厉害了 姐姐这招借刀杀人 可当真奏效 今晚可是要乘胜追击 再喝一杯吗 王爷 来 小娘 这是上好的苏绣 中秋佳节献给小娘 珠儿 是 小娘 这是紫儿亲手为小娘准备的贺礼 让我亲自给小娘簪上吧 好漂亮啊 小娘 您瞧瞧 那妖头在您的宴席上 该吃吃 该喝喝 也不给您献礼 一点都不把您放在眼里呢 王爷 这紫丫头和静丫头 不愧是府邸的大家闺秀 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小户 这可比不得呀 那都是本王的亲生骨肉 这是王府 今日啊 乃中秋佳宴 锦儿未能给白小娘送礼 失礼了 不过呢 锦儿倒是给父王准备了一份礼物 还有为父的礼物 父王洗玉 这个是我娘亲特意为父王挑选的 好 为父看看 好玉啊 好玉 好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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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中诸宫皆好兵伐之期 唯独本王最喜悦 陈侧妃啊 还是你拾得本王的心哪 王爷喜欢就好 陈侧妃 本王喜欢 来 陈侧妃喝一杯 王爷小心 我们一起 一起喝 王爷 你还没跟妾身喝完呢 喝喝喝 他上哪儿去了 他陪妾身喝啊 都喝就喝啊 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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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跟妾身喝完呢 王爷 您快坐呀 您不是说要跟妾身不醉不归的吗 对对对 不醉不归啊 你又骗我 来 王爷 我给您盗上 这白孝妾 今晚一直在管富王酒 锦儿以为 有何异常 再来一杯 肯定有情况 好 这月亮 怎么变成两个了 王爷 这不就是 我和你吗 好 来 继续喝呀 喝喝喝 来 来 来 丁哥哥 这几日冷落你了 多怪这锐老头 醉酒吐了我一身 防援了我很多功夫 这次我把所有家当都拿出来了 你放心 算了算 够我俩过一辈子了 丁哥哥 你不要生气嘛 我决定不再辜负你了 你是何人 大胆贼人 你把丁哥哥带到哪里去了 你若是要寄银财宝 我有的事 我现在便可以给你 速速还我男人 出来 丁哥哥 你没事吧 小柔 你终于来了 丁哥哥 是你们抓了我男人 可不止我们两个 还有父王呢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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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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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你看 就是这两个奸夫淫妇 王爷 是此人将我绑架于此 他还故意逼我 盗区府内的钱财 王爷 您看呀 我这脖子都被这尖 勒出痕来了 王爷 你要替妾身主持公道呀 这么说 你和这个人并不相识了 王爷 我跟他怎会认识呢 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我都不知道 王爷救我 父王 你看 这些客有府徽的首饰 皆都藏于瑞王府的银钱库 而您又将银钱库的钥匙 交于白小沁 这些东西 怎可一日之间孕于此地呢 告诉本王 你与他是否似通啊 王爷 我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做此事啊 王爷 好 继此男子犯下盗窃罪 副将 在 将其拖出去 乱棍打死 是 王爷 你找他约我 是这白柔 骗您入府 盗区府内钱财 和我无关啊 不 王爷 王爷是他 是他逼迫我的 是他偷了我的钥匙 王爷 我是无辜的呀 王爷 赶紧把他处死 他跟我死了好 没有关系啊 扶你个小妻子 说好了带着老家伙的钱 远走高飞 长长久久的 没想到大难临头 已经逼我去死 你不要借口派人 到了 王爷 王爷 让我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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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婿啊 今夜之事 多亏了贤婿 要不然老夫 这还蒙在鼓里呢 不不不 此事 乃锦儿都功劳 你应该感谢他才是 哦 锦儿 你确实视为父的 乖娘 哎 父王 这白柔啊 利用您的善意 作恶多端 请求父王 一定要对我的娘亲 好一点 这个本王一定会的 哎 管娘儿 今夜这个事呢 乃是家中丑事 是 千万不可外扬啊 不可外扬啊 不可外传 啊 不可外扬啊 是 是 夫人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我和锦儿 讨扰多时 二位费心了 贤婿 何处此言呢 我们都是家里人 你现在 可是我朝 赫赫威名的大将军 能住于我府 那是光耀门眉的大事 现在全京城的人 都等着结交你呢 本然现在将军府 已经进宫了 咱们就把这结交的机会 扰与旁人 锦儿 有空长回来看看 去吧 去吧 将军夫人 今日春色盎然 夫人可愿抛了那礼数规矩 与本将军共骑一匹马 赏赏这京城春色 这又何不可 人生在世需尽欢 乐乐 你自己先回去吧 是 来 瑞扬府的大小姐 竟是本将军的马上兵 身表荣幸 朝廷上的票棋大将军 就是本小姐的御马使 你要表现意 驾 人家的 不可 旅行 都要 有 词